哈囉大家好,我是彩妝,我是Ginnie 我總結了一些來我工作室上課的一些同學們呢 他們會遇到的一些問題 今天這支影片要來跟大家分享 希望可以對新手的你有幫助喔 要再開始這支影片呢 請先確認你已經追蹤我的頻道給我支持囉 好啦,那我們一起開始見的 新手會犯的錯誤有哪些呢? 第一個,粉撲不洗 有非常多的人他們的粉撲刷具都不知道什麼時候要洗 或是不知道什麼時候該換 如果你的預算夠的話 是建議你一段時間就用一個新的海綿 或者是新的粉撲 粉撲跟海綿是可以清洗的 我們只要拿肥皂或者是沐浴乳 然後把你的海綿先打濕之後 輕輕的在這個沐浴乳上面 或是肥皂上面搓一下 稍微把粉底液搓出來之後 你就可以拿去水沖洗 然後放著讓它陰乾 請不要把你的海綿拿去太陽底下曬喔 拌的海綿就會變質然後壞掉 稍等我一下,我拿一個錯誤示範給大家看 例如像我現在手上這個 它就是一個算是用一段時間的一個粉撲 但是其實我沒有拿來用它 蠻多人的粉撲都比我手上這個粉撲還要髒 我這個粉撲我只是拿來就是墊著蜜粉 讓我的蜜粉不會亂噴亂飛 但是我一段時間都有固定的清洗它 粉撲我個人是建議最少兩周到一周你就要洗一次 如果你是每天都有使用粉撲來上妝的話 建議你最少兩三天就要洗一次 因為我們的臉上會有一些多餘的油脂 當你的粉撲沾到我們油脂的時候 它就會產生一個像有一個油油的東西蓋在上面 然後這個時候你就一定要清洗你的粉撲 不然它會影響你化妝時候的品質喔 另外也有一些人他們的刷子 臉油油的情況下直接用它的刷子 沾蜜粉然後補妝 補完妝之後呢還沒有再拔清乾淨 就直接再沾一次我們的粉餅 或者是其他的就是腮紅之類的 然後再做補妝 九二九十你就會發現你的這個蜜粉 就是你的腮紅上面會有一塊凸起來的 那個就是你的油脂卡在上面 這個時候消除的辦法就是只有哪一個瓶的東西 把它稍微掛掉 你才可以用到一個比較乾淨的一個粉餅 或者是腮紅 第二個 眼線膠的蓋子打開 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一個還算新鮮的一個眼線膠 那當你的眼線膠要乾掉的時候 它的眼線膠跟外面這一層玻璃 它們是會分開的 這個時候就代表你的眼線膠已經乾掉了 最好的方法就是換一個新的 當眼線膠乾掉或是稍微有一點變質的時候 它會影響你的妝容 假如你使用一個乾掉的眼線膠 因為它的質地稍微有一點改變了 所以有可能會讓你的眼妝比較容易脫妝喔 最好使用眼線膠的方式呢是 當我們每次要使用眼線膠的時候 打開來 然後拿一支筆把它挖起來 你可以挖到你的手上 指甲上 或者是畫到一個乾淨的地方 然後馬上把它蓋起來 這樣就可以延緩你眼線膠使用的壽命喔 第三個 刷具混著用 Gini 這些刷子到底是要幹嘛的 為什麼每個都看不懂它們現在要幹嘛的 為什麼這個是平的 為什麼這個是圓的 這個是日本刷嗎 這是塞黃刷嗎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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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需要知道一個正確使用刷具的方式喔 有些人呢 因為預算不夠 所以他們有可能會把刷子都混著用 例如說一支刷子就刷到底 或者是這支刷完 然後不知道剛剛畫了什麼東西 然後又再用另外一支刷子 有可能會讓你的眼妝看起來比較髒喔 是一個有可能讓眼妝看起來比較髒的原因之外 你的妝也會看起來比較沒有那麼乾淨 要如何知道刷具對你的使用方式 也是一個非常需要學習的喔 之後我是有打算錄一支影片跟大家分享 每一個刷具要怎麼使用 刷具有非常多種 我們亞洲人的無關跟老外的無關 其實用的刷具稍微有一點點不一樣 還是要看個人的喜好 以及你今天要呈現的妝感來挑選刷具 像我手邊這支它就是比較小的腮紅刷 那蠻多品牌都沒有出這種小的腮紅刷 例如說像這一種比較大支一點的腮紅刷 在我一剛開始接觸化妝的時候 其實我也蠻納悶說 為什麼刷具要分這麼多種 用到一支好的刷具除了可以幫你的彩妝加分之外 它就像是一個厲害的畫家拿到一個順手的刷具 你可以在化妝上面更得心應手 而有一些需要暈展的東西 就是一定要靠刷具來完成的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有關刷具的使用方法 記得先追蹤我的頻道 獲得第一手的資訊喔 第四個 東西太多要買一桶 因為現在資訊太發達了 看到網路上有寫說 哪個東西神奇好用 哪一個老師說什麼東西好用 誰誰誰誰誰誰 哪個博客說什麼東西超級好用 E-Trade O-Trade 美夏 美班 這裡我們就要站在一個比較客觀的角度上來說 不管所有東西好不好用 首先你必須要了解自己的膚質 你的肌膚在夏天跟冬天會有什麼變化 這是新手所要了解到的 就是你要認識自己的皮膚 五官 第二個 你要先了解每一樣產品的特性 是否適合自己的膚質 或者是是否適合自己當下處於的氣候環境 例如說在台灣潮濕悶熱炎熱的環境裡面 用到一個容易讓你皮膚產生悶熱感覺的一個產品 那這就有可能讓你的臉上會長粉刺 或是長痘痘 或是長的一些有了沒有的東西喔 另外還有顏色的部分 有些人不知道自己的皮膚是屬於黃底的還是藍底的 那他挑錯顏色使用在自己的臉上呢 就會覺得 為什麼看別人畫得這麼美 自己畫上去去感覺怪怪的 那就是因為 你可能挑到不適合你的產品 同樣一個咖啡色 他有分非常多種色階 這就講得有點太難了 我今天沒有要講那麼難 就是他有分非常多種的一個顏色 還有各家廠牌他們在製作的時候 顏色都會稍微有一點點不一樣 這個顏色使用到你的臉上 有可能會幫你加分 但是使用到你朋友的臉上 也許就沒有辦法幫他的臉上加分 就建議大家在購買產品之前先多做功課 可以避免到這種問題喔 不知道正確的使用方式 錯誤的使用方式 進而造成會有沒有那麼完美的結果 或者是影響他整個妝容的結果 所以大家在購買之前 也是必須要非常詳細的看 確定這個東西真的適合自己再來購買喔 最後一個呢 產品的用量用太多 在一剛開始化妝的時候 不知道產品用量都是正常的 每個人的臉的大小都不同 你卻要經由不斷的練習 不斷的找資料 不斷的嘗試 你才可以知道 每一個產品使用的量要多少 包括粉底液啊 眼影啊 腮紅啊 有些人剛畫眉毛的時候 會畫成像非常恐怖的蠟筆消心 如果你不知道怎麼畫眉毛的話 會有非常多支畫眉毛的影片喔 還有有些人不知道自己的粉底量應該要用多少 每一樣產品它的特性也會不一樣 一開始如果不知道 建議大家少量多次 一點一點的上 日復一日這種練習之下 你就可以知道 喔 我今天如果粉底液上量比較多 會變成什麼結果 我今天如果上太少 會比較不適合參加什麼場合 或者是沒有達到一個 自己想要的一個效果 如果大家非常擔心腮紅 會畫成猴子皮骨 你先沾粉之後 在衛生紙上稍微點個幾次 直接用這個 點過衛生紙的刷子 直接來上我們的腮紅 這也是一個不容易畫成紅屁股的方式喔 接下來講到唇彩的部分 有些人的嘴巴跟我一樣是屬於 唇色比較暗沉 天生本身唇色比較深的那種人 那這個時候 除了你可以先遮蓋住你的唇色之外呢 我之前影片有跟大家分享 大家可以使用一個膚色的唇釉 來先遮蓋住我們暗沉的唇色 之後再像你要上的那個顏色 就可以達到一個漂亮的唇色喔 那如果在這個時候 你沒有把你的嘴唇的顏色處理好 就有可能會影響你整個妝容的一個效果 好囉 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 新手會犯的錯 如果你覺得還有我沒提到的部分 歡迎你在下方留言跟大家分享喔 也歡迎把這支影片分享給你的朋友們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一定要追蹤我的頻道喔 那如果你想看更多彩妝分享 或是獲得最新的彩妝資訊 記得追蹤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分享給你的朋友們 期待新的一支影片囉 掰掰 我們會有麻煩一下 做大家可以去看看 對啊 你看到這支影片 自己newid 那樣 喝酒